再過幾天轉為進入颱風季 中央氣象局預估 下半年在西北太平洋地區 會有21到25個颱風形成 當中大約有3到5個颱風 會影響台灣 考慮太平洋高壓 還有考慮垂直風 其實有利於颱風生存的環境 所以因素去做統計測的話 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發現到 颱風各度偏少的機率是20% 正常的話是50% 那偏多的是百分之三 氣象局預估 今年颱風主要集中在8月份 受太平洋海水溫度上升 以及太平洋高壓偏弱的影響 真正侵襲的颱風數量 3到5個還在平均值內 不過今年要特別留意 熱帶低氣壓的威力 是處於在一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那個 季風草就是季風低壓的環境裡面 有時候它沒有變成颱風 但是它是熱的型激氣壓 今年熱帶低氣壓帶來的風雨 也比往年大 除了颱風之外要特別留意 今年夏季預估在氣溫上會偏高 雨量會跟往年差不多 接近平均值 大愛新聞 陳陽良 江明 台北報導 身體保健 身體保健